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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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喝点水 太后 让努碧跟他们说说吧 有用吗 太后知道哀家这样不是更高兴 那这么说来 周太后她是有心为难 可不是 这该怎么办呀 太后你这必须要静养 不如向皇上说明 周太后是皇上的亲娘 血浓于水 况且这大白天的 又能怎么样啊 快点 快把牌关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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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又传太医了吧 是啊 张太医已经第三个晚上 被急招进宫了 好好好 上茶 给哀家上好茶 哀家要庆祝庆祝 你们先进去吧 是 是 方上仪 太医找有事 我这周太后 每日传月宫进殿内奏乐 我是担心月宫局 会卷入两宫太后的纷争之中 她来告知一声 此话怎讲 前太后 前太后得病需要静养 如果吵闹东墓的话 病情会恶化 轻则风邪入脑 瘫痪在床 重则 如此说来 前太后听不得激扬的乐曲 那前太后如有什么不测 我乐宫局 岂不成了替罪羔羊 我这是为此担心的 所以特来告诉方上仪 也好尽早 想办法解决 谢太医相告 可月宫局 又岂敢违抗周太后之命 客官 您的菜来了 请慢 客官请走 请慢用 太医 您这边请 好 太医 你救救她吧 她并没有一个多月了 情况越来越糟 和上公说 我们再来 我把她送到吴恒殿 我知道 太医是不该替孤女治病的 但是 我真的希望她能够活下来 所以偷偷地把你请来 太医 你救救她吧 我敬礼二位 我去倒点水 好 来 好 来 来 坐起来会好一些 是你 救我 你醒醒啊 你醒醒 他怎么了 不 没事 他昏过去了 你厲害 你醒醒啊 还要不要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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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少爷 对不起 我能为你做的 也只能是东方保险 希望你能化险为一 停 太后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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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快套出去 这样打二十 是 快 太后开了 太后开了 出出去 太后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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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怎么了 方少仪 前太后责罚你们了 是啊 春华 红饿 快把他们扶过去 先休息 是 数日下来 已有六名月宫被责打 再不想办法 整个月宫局的人 无一幸免了 也许前太后就是想这样 到时候周太后再想听曲 就无人可以进宫奏乐了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看着月宫局 在两宫太后相斗下 变成牺牲品吧 我去找李上公商量商量 两宫太后 两宫太后 以奏乐互相争斗一事 我略有耳闻 没想到 越演越烈 李上公 如想不到办法阻止 我月宫局将深受其害 望李上公设法相助 这事不能直说 也不能好言相劝 林四政 你有何良策 哎呀 此事也真是不好说呀 李上公向来足智多谋 都没有想到办法应付 下属愚昧 就更没有好的办法了 每天有好几个月宫 受前太后责打 再如此下去 月宫局实在是难以招架呀 这样 那就待我先面见两宫太后 听听口风 再见机行事 谢李上公 谢李上公 参见太后 李上公 你急着来见哀家 有什么事要商量吗 没什么事 只是经过这儿 特向太后请安 来给哀家请安的 真是有心啦 哀家最近呢 心情特别的舒畅 身心愉悦 自从先皇归天之后 哀家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太后心情大好 难怪太后近日天天在听群 是 是啊 李上公 你要是有兴致 也可以在卫时到哀家这儿来 与哀家同乐呀 难得太后有如此雅兴 乐此不疲 对了 听宫人说 玉园有一种西域进贡的蝴蝶兰 正在开花 甚为灿烂 如太后喜欢 下官 下官可陪太后同去赏花 哦 你要本宫去游园赏花 哀家觉得还是对听曲子比较感兴趣 特别是这种激昂的曲子 锣鼓喧天的 听起来让人振奋 既然太后仍是偏爱听曲 下官就不打扰太后了 那改日再请太后赏花 好的 好的 下官告退了 好 改日再赏花啊 是太后 你上宫特来问候哀家 你真是有心了 愿太后早日康复 太医说了 只要安心静养不久即好 只是 这也不易啊 太后想静养 合不到城外行宫小助 哀家十二岁入宫 这后宫即是哀家 安身立命之地 要离开 就是哀家赴皇陵 常办先皇之事了 太后 太后何出此言 太后身体必能康复 太后身体必能康复 下宫 下宫 方善仪 殷四月 怎么样 李上公可以帮忙吗 李上公已经亲自面见两宫太后 但二人并无半点退让之意 明日未时 周太后仍要听十二人合奏 前太后依照两名乐宫进宫奏乐 周太后一日不停 前太后必定每日则打我乐宫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周太后是有心干扰前太后静养 看来她是不会停手的 方上仪 殷私约 春华倒有个办法 但不知道有没有用 现实情况 咱们也得试一试 说来听听 咱们只能以报逆报 太后啊 待会下官替太后施针 会令太后听觉暂时施灵 暂时施灵 那就是听不到了 张太医 太后已不识多识 你还要让她听不到声音 这 这会不会不妥啊 太后 刘嬷嬷 一会儿疑惑传来激烈乐声 也许会恋人心情烦躁 倒不如听不到 更为舒畅 可要是恢复不过来 那爱家岂不成笼子了 太后放心 下官以性命担保 拔去金针之后 会比太后之前更耳聪慕名 张太医 如果稍有差势 后果如何 你该知道 下官知道 下官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下针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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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太后,月宫弹奏多日,今日带来了新的曲目 哀家不听什么新的曲目 哀家要听这种激昂的,激动人心的曲子 这种半死不活的,哀家不要听 下官深知太后喜好 这次带来的曲目更为震撼人心 更为震撼 怎么个震撼法 下官带来了大鼓 大鼓 好 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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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劲 敲 不能停 敲手环环 敲得越大声 爱叫个奖赏越多 张太医 谢谢您出手相交 我也是 为前太后身体着想 不必道歉 希望春怀这个隐秘半夜的方法 能够见效 我想应该可以的吧 我们在这儿 都挺得心惊胆战的 更何况周太后她身在其中 是啊 太后 太后 打听到那个人如何了吗 回太后 很奇怪 刚才在前太后宫外看去 前太后竟然比往常精神了许多 竟有此事 太后 待会儿还要传召月宫奏乐吗 还召月宫 宣太医还差不多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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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为你做得好 春华不敢 春华只是不想姐妹受苦 才会大胆献祭 春华 你的为人和才智 我和方上仪 殷思月是知道的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决定提升你为掌月 谢谢三位姑姑的赞赏 不过春华 年资尚浅 怕没办法承担如此重任 你就别推辞了 在这批新进的月宫之中 你的表现最为突出 把你升为掌月 理所当然 是啊春华 你就答应吧 以后好好协助我跟方上仪 合力管好月宫局 谢谢李尚公 方上仪 殷思月 希望春华不会辜负三位的既往 春华 你答应就好 恭喜啊方上仪 恭喜你 得以贤才 以后 有少掌月这个得力助手相助 林思政 谢谢 你也听到了 我听到了 我刚进来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春华 啊 不对 我该改口叫少掌月才是 你应该胜任有余的 谢林思政夸奖 我这哪是夸奖啊 我这是实话实说 一边要给哀家奏出激昂的曲子 一边呢又要帮着叫张太医给前太后封住耳门 这么缺德的招谁想出来的呀 回太后 最近少春华被李上公和方上仪升为掌月 不知道是不是和此事有关 这个皎洁的丫头 艾家记住她 根据她的黄太阳 不是 不是 我 我 你 不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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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做事情 阿家定会给你更好的机会 谢太后上师 退下吧 是 太后 少淑女 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去把庭院打扫一下吧 是 他好像比以前勤快多了 就是 多亏你上次教训了他一顿 我跟你说 有一个不称心的奴婢在跟前 比什么都痛苦 说得对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说呀 我现在啊 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 是春华 他升职了 当了月宫局的掌月 真奇怪 两个淡泊名利的人 一个当了陈飞 一个当了掌月 早说过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 这下你信了吧 幸好有你及时提醒我 不然我还猛在鼓励 还以为他们两个是真心对我的呢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 以后啊 你可要多加小心哪 这玉珠 是我送给你成为掌月的贺礼 你收下吧 不行不行 这么贵重的玉珠 我怎么可以收啊 这是我一点心意 你就别客气了 这 春华 在宫中啊 娘娘早已视你如亲人 你就别再拒绝娘娘的好意了 夏和说得对 你呀 就别跟我客气了 收下吧 那好 不过 若我把这个玉珠 转送给他人 你可不许动怒啊 我想你一定是要把它转送给亲子 亲子他一个人在宫中孤苦无依的 如果送他一件首饰 或许他心情会好一些 现在亲子他是最需要我们关心的 可是 你还没有跟他重归于好呢 我想 等过些日子 我把这个镯子送去的时候 也许就没事了 那随便你 这东西我送给你 就是你的了 至于你想要怎么处置 就由你决定 谢谢娘娘宽宏大量 你又来了 少掌月 快给本宫弹奏一曲 奴婢遵命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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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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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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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